这是一部刚上映时被严重低估的武侠电影 后来随着看过的人越来越多 其中的江湖浪漫才逐渐被大众熟知 口碑也不断逆转 如今在某网站甚至超过91%的同类影片 更是被誉为卧虎藏龙之后 近年来最精彩的武侠影片 那就让我们话不多说 一起来翻阅这部武侠区001号大案 《剑雨》 800年前天主高僧罗摩来到中原 自愿净身进宫奖法三年 并在之后于华山面壁19年 洗得绝世武功 罗摩死后遗体被人盗走 分成上下两部分 传言谁能拿到完整的遗体 就能炼成神功称霸武林 一时间江湖中人为了争夺遗体 掀起血雨腥风 甚至惊动最神秘最可怕的杀手组织 黑石 经过调查 罗摩遗体的上半句 被当朝首府张海端所得 黑石首领转轮王率部下清朝而出 势必要夺走宝物 最强杀手细语破窗而入 剑指张海端 封侯夺尸 以一气呵成 其余两名杀手雷兵与彩西施 也不甘示弱 一手银针 一手火刀 合力直取张海端之子张仁凤 张仁凤虽武功高强 但前有劲敌 后有暗器 再加上挂念父亲的安危 最终招架不暇 被雷斌刺穿身体 无碍的转轮王对这一切冷眼旁观 只等坐向其成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 混乱中 细语竟怀抱一体飘身而去 转轮王得知此事勃然大怒 随即召来天下英雄 以五万两黄金和八十万两白银为悬赏 对细语发出诛杀令 一时间 众人轰强起细语画像 如嗅到腐肉的豺狼般展开坠裂 清晨 曙光穿透薄雾 细雨头顶斗立 身披黑袍 快步行走于林间 可就在他和一个小男孩擦肩而过时 眼中突然杀意弥漫 毫不犹豫便拔剑夺命 碧水剑龙吟阵阵 寒气冲天 随着男孩的身体僵硬 袖口竟露出一根暗器 原来这看似天真的孩子竟然是一名杀手 脸看偷袭不成 埋伏在周围的赏金猎人纷纷现身 他们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手中的兵器各不相同 目的却完全一致 可即便如此 细雨仍云淡风轻 使出绝招四十一路避水剑法 此剑法奇异诡决 变幻莫测 剑身飘忽轻柔 好似一条灵巧的毒蛇 而留下的伤口 则像是被细雨刮过 让人根本无处防备 身影翻飞间 赏金猎人被逐一击破 细雨则再度踏上逃亡之路 他乘青州找到神医李鬼手 拿出两块金砖 希望能改变自己的容貌 但越厉害的人 越是有些怪规矩 李鬼手同样不例外 他告诉细雨 想治病除了需要钱外 还必须讲出事情的来龙去脉 无奈之下 细雨只好讲起 那晚离开后发生的事 当时他带着罗魔遗体准备出城 却在石桥上 被奄奄一息的张人凤拦下 细雨没有废话 离间刺穿张人凤的心脏 将他推下石桥 但下一刻 身后突然出现一位戴发高僧 高僧名为陆竹 他看出细雨杀气浓郁 决定以佛法度人 帮他清除恶孽 二人就这样纠缠三个月 期间细雨使出浑身解数 却始终无法碰到陆竹的一角 更是在过程中对他见生情愫 细雨曾警告陆竹 哪个寺庙敢为你剃度 就去涂他满门 可陆竹一心向佛 即便有情 也只能当作无情 他看出细雨的避水剑法 有四处缺陷 如果遇到劲敌 将会成为致命破绽 并以银块当作武器 传授他破解之法 这明明是一场长对短的较量 可细雨每每想要出招时 陆竹的银块 都会如鬼魅般抢进一步 这正是击溃避水剑法的四招 细雨尽管落败 但心中仍旧不服 一怒之下宁身在战 陆竹则在分开后 一朝天外飞仙直去而来 细雨下意识提剑反攻 但如此普通的一剑 却刺入陆竹的心窝 随着生命流逝 陆竹脸上满是释怀 他早已不好这样的结局 为的就是以自己性命 度化杀孽深重的细雨 而陆竹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他同样爱上了细雨 甘愿化作石桥 经受五百年风吹日晒 只为让他通过自己抵达彼岸 佛珠散落 佳人断肠 所以细雨请求李鬼手 给自己换张普通的脸 他已经决定放下徒刀 去过平静的生活 这个故事令李鬼手感慨万千 他用尽所学 为细雨换上奥斯卡影后的面容 在此之后 细雨依照陆竹的遗愿 以增淨为名立下墓碑 将罗摩遗体和自己的曾经 一并埋葬 做完这些 细雨孤身返回黑石的地盘 京城 从热心的蔡大娘手中 租下房屋 重铺地砖 天制家具 化身卖布女 过起平静的日子 但转龙王仍旧 没有放弃罗摩遗体 他为了填补 细雨离开的空缺 找到心狠手辣 举止放荡的战青 战青因为从丈夫身上 得不到满足 竟在新婚夜 将附加所有人 全部杀害 即便是到了公堂 他仍不思悔改 最终被判斩绝 但转龙王 自然不会放过 这样的人才 等战青被关进大牢后 采气时藏身房梁 将龟西散 滴入水中 此物无色无味 服用后的十二时辰 会让人一时清醒 但身体冰凉 圣其全无 牙医们误以为 战青身死 吓得连夜将其埋进土里 转龙王又带人 把他挖了出来 并决定传授功法 转龙王沙哑 这声音告诉战青 今后 你的命就是我的了 几个月后 迈步的细雨 迎来新的缘分 阿生 阿生憨憨傻傻 忠厚老实 靠替人跑腿为生 但无论多忙 只要天气转变 他都会在第一时间 出现在细雨的摊位前 因为那样 可以帮细雨收摊 二人也能在 最美的屋檐下躲雨 长此以往 周围人都看出 阿生对细雨的爱意 那小心翼却 无微不至的关怀 即便是铁石 都会被如画 细雨的心不是铁石 他也能感受到这一切 等到又一次下雨 细雨拦下 帮忙收摊的阿生 鼓起勇气 说出心中的话语 你要雨停之前回答我 你肯不肯娶我 就这样 喜字高挂 红烛成对 二人正式结尾夫妻 婚后的生活依然平淡 阿生也还是那么笨手笨脚 但细雨的心却有了根 嘴角的笑容再也没有消散 他会将豆腐切成方方正正的宝塔 也会丢出菜刀 斩断扰人的飞银 而和飞银一同丧命的 还有位转龙王管理账策的肥游臣 这是半年来第四个被杀害的黑石骨干 凶手还拿走了物理的账本与密信 转龙王接过肥游臣的剑 发现上面满是缺口 明白凶手所持武器 四刀又四剑 显然不是细语 可能会是谁呢 不过转龙王并没有放在心上 仍命令手下继续寻找罗魔遗体 手下已经收到风声 遗体下半句 在空铜派的紫青双剑手里 他们一个月后 会和通宝钱庄庄主张大金碰面 倒是可以派人抢夺 就在转龙王计划 对紫青双剑出手时 细语和阿生已经走进通宝钱庄 不过他们是为了兑换攒下来的银票 然而下一刻 一帮强盗突然冲进钱庄 二话不说 便将所有人点穴控制 细语为了不让丈夫受到伤害 暗中把他放倒 巧妙躲过强盗双指 自己也假装被点穴 躺在地上 此时强盗首领已经冲进库房翻找 他并不屠材 而是收到消息 罗魔遗体就在前庄 所以才带人来抢 可首领将所有柜子全部打开 也没有发现遗体的下落 他顿时明白 自己被骗 一怒之下 决定将所有人灭口 见此情景 热心肠的阿生坐不住了 挣扎着强行起身 可他这样无异于送死 千军一发之解 细语果断出手 干脆利落地打倒两命强盗 并把阿生背过身去 不愿破坏在他心中的形象 眼看还有高人 强盗首领主动服软 表示可以放细语离开 但眼下 阿生还不能行动 细语怎么可能弃他而去 既然谈不妥 那就没得谈了 首领一声令下 所有强盗同时攻来 细语为了不暴露身份 以掌迎剑 以脚对敌 并且只伤人 不害命 即便是面对穷穷极恶的强盗首领 他也只是夺过利剑 伸手戳其双目 而后带着阿生逃之夭夭 等回到家 细语局促地坐在丈夫面前 思索着该怎么解释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阿生突然释怀一笑 告诉他 即便你曾经是江阳大盗 但现在依旧是我的妻子 这句话让细语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也把纠结抛在脑后 然而危险已经临近 转轮王找到强盗首领 询问抢劫时的经过 在得知对方弃剑不用 空手应敌后 转轮王让首领 用相同的招式攻击自己 而他则用细语的手段化解 并且戳人双目这一招 也是细语的拿手好戏 转轮王瞬间明白 自己苦寻多年的细语 竟然一直都藏在眼皮子底下 当即命人呼叫战青 雷斌以及采戏师 三人进京 诛杀细语 随着信号弹在夜空中炸开 采戏师率先看到 只见他从包里取出一截绳子 用力向上抛去 绳子竟笔直的立于天地之间 而后采戏师搓出一团烟雾 送到绳子顶端 自己纵身一跃 宛如灵猴般爬进雾中 正是传说中的神仙索 等到烟雾散去 采戏师早已消失不见 只剩一发信号弹直冲云霄 第二个看到的是雷斌 他向妻子保证 等任务结束 就带家人离开京城 说完同样射出信号弹 正在翻云覆雨的战青看到信号 面无表情地 挥刀刺相和自己同床的男人 一时间三大杀手朝京城 奉拥而去 次日清晨 集市中的细雨抬起头 刻然看到雷斌正蹲在屋檐上 皮笑肉不笑地看着自己 细雨脸上的笑容瞬间消散 心中生疼起沉寂多年的杀意 朝着雷斌大步追去 可雷斌只是几个起落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等细雨回到家 桌子上的三枚黑石映入眼帘 该来的还是来了 细雨长叹一口气 悄悄点燃迷魂竹 让阿生睡去 翻身上凉 取下避水剑 打开门窗 坐在椅子上 恭候贵客的到来 转眼间 数名黑衣人涌入前院 湛青 雷斌 采气师并肩而来 他们很快便认出细雨 毕竟面容可以改变 但眼中的杀意永远不会变 这三人中 唯有湛青没见过细雨 也唯独他不知道细雨的可怕 所以在进屋后 湛青先是朝小躺在床上的阿生 紧接着背后拔剑 直指细雨 但猛虎面前 岂容蝼蚁放肆 细雨以瞪迎敌 反手啪的打出一巴掌 其余两人见状就要动手 细雨也顺势抽出避水剑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 屋外突然传来脚步声 只见转龙王闲停信步的走了进来 他对着细雨端详许久 认出这是李鬼手的杰作 又来到阿生身旁轻抚胡须 看看是谁拐走了自己最重视的手下 转龙王能理解细雨的心思 却不能接受 他用不容反抗的语气下达命令 交出罗魔遗体并回到黑石 否则就杀光细雨身边的每一个人 不过细雨清楚 罗魔遗体对转龙王的重要性 转而谈起条件 他可以交出遗体 但自己要和丈夫远走高飞 转龙王思虑再三点头答应 表示只要能拿到完整的罗魔遗体 就放过细雨和阿生 此话一出 战青突然满脸怒容 醒醒而去 他早已对强大的转龙王心生爱慕 没想到对方将细雨看得如此之重 竟然可以不追究他叛逃的罪责 战青一路尾随转龙王来到府邸 退去衣衫企图引诱 但转龙王在得到罗魔遗体前 对男女之事没有半点念头 历生拒绝战青的美意 三天后 紫青双剑带着半具遗体抵达京城 二人名义上是师徒 背地里却是有夫妻之实 这脸让江湖中人很是鄙夷 与此同时 钱庄庄主张大精坐着轿子赶来 他富可敌国 却下半身瘫痪 所以才会花重金购买罗魔遗体 只为让双腿再次站起来 此刻 双方都已进入通报千庄 细雨等人坐在茶楼监视 只等他们晚上交易时动手 固然 战青将一个酷似人头的包裹 丢到桌子上 好奇地询问细雨 究竟看上阿生哪一点 因为他已经跟踪阿生三天 发现这个男人又穷又窝囊 正如除了刷马背 就是捡马粪 甚至连一块豆皮都买不起 而这几天 唯一出现在阿生身上的新鲜事 就是他不知为何 买了一块磨刀石 在战青看来 阿生完全配不上叱咤武林的细雨 但这招离间计对细雨 根本没用 他已经看出包裹里装的是西瓜 也懒得大理没事找事的战青 随即起针拂袖而去 不过战青仍没有放弃 等到晚上 他又潜入细雨家中 退去衣物 玉体横沉 在阿生面前搔手弄姿 说不尽的万种风情 可阿生看到这一幕 却没有半点懈念 反而抱起战青的衣物来到屋外 呼唤左邻右舍 来看闯进自己家的疯婆子 修得战青国旗被子破窗逃走 就在战青狼狈逃跑的同时 张大精与紫青双剑已经开始交易 细雨则身背半具遗体 和采息师躲在暗处 似气待发 随着张大精亮出十万黄金 与百万银票 青剑也打开包裹 露出里面的上半遗体 梦寐以求的宝物近在眼前 张大精激动到语无伦次 急忙命人拿出珍藏的下半遗体 可等两个尸体合在一起 他却发现上半句是仿造的假货 眼看时机成熟 此轻双剑不再掩饰 把剑斩向身旁侍卫 并夺取张大精的性命 见此情景 细雨二人也加入战斗 混乱中 青剑突然刺向背对自己的师傅 而后一溜烟向外逃去 他竟想独吞宝物 但采息师早有防备 推动轻弓追了上去 抽出双刀凝笑着走向青剑 等细雨赶到 他已经将青剑解决 却也露出真面目 原来采息师同样打算夺走罗魔遗体 他为黑石效命半辈子 落得一身暗伤 所以打算用遗体治疗伤病 顺便练成绝世武功 可细雨自然不会同意 罗魔遗体关乎他与阿生的安危 必须交给转轮王 坚持间 转轮王与雷斌同时出现 采息师也不再伪装 怒声宣泄出积攒多年的不满 不过他也清楚 单凭自己不是转轮王的对手 便请求细雨和雷斌联手相助 只要三人解决转轮王 细雨就能继续和阿生在一起 雷斌则可以得到整个黑石 自己只要罗魔遗体 可细雨根本不想插手他们的恩怨 放下遗体就要离开 这时 战青突然从城墙跃下 他早已对细雨心存妒忌 当即喊怒出手 大人根本不在一个层面 细雨可以轻易夺取战青的性命 却每次都是点到为止 因为他答应过陆竹 不再杀人 眼看他们激战正寒 彩西施趁机就要抢夺一体 却被转轮王抛剑阻拦 先此行警 彩西施扬起双刀 燃出烈火 大开大喝地朝转轮王攻去 一时先 两方战场打得难舍难分 唯独雷斌静静立于原地 现在他就是压下天平的砝码 帮谁谁就能赢 有一片刻后 雷斌突然射出飞针 目标却是攀在城墙上的彩西施 和激战的细雨 细雨急忙挥剑抵挡 可雷斌仿佛一个行走的暗器筒 全身上下都能射出飞针 黑时间将他稳稳压制 另一边的彩西施更为凄惨 他本就不是转龙王的对手 遭到雷斌偷袭后 更是陷入绝境 眼看败局已定 彩西施抛出神仙索就要逃走 却被转龙王飞身一剑 夺去性命 此时仅声细雨以一敌二 转龙王看出 即便是雷斌与战青联手 也不是细雨的对手 便喝退两人贵剑上前 细雨的避水剑法就是他传授的 所以他也清楚剑法的弱点 脚手间连连在细雨身上留下伤痕 细雨明白再打下去 必死无疑 转身越上城墙 拼着硬扛转龙王一掌 口吐鲜血 两枪逃离 眼看细雨消失不见 转龙王将避水剑送给战青 自己带着完整的罗魔遗体离开 不久后 细雨强撑着回到家 在嘱咐阿生尽快逃走后 两眼一黑昏了过去 然而细雨不知道的是 他这个憨厚老实的丈夫 眼神突然变了 变得如同两柄出窍的利剑 准备伤人引邪 阿生轻轻把细雨放在床上 忽然摸到一样东西 拿出来 发现是自己最爱吃的豆皮 这让他心中一暖 大口吃了起来 吃完后 阿生拆掉门板 打开窗户 就和那碗的细雨一样 恭候贵客的到来 很快 雷斌与战青带着手下出现 阿生双手掐腰 霸气地询问 是不是你们打伤的我老婆 这堂必挡车的话语 让二人露出不屑的笑容 在他们看来 阿生就是在自寻死路 可阿生却不慌不忙 掀起地砖 从土里抽出一柄 袖极斑斑的重剑 而后旁若无人地打磨起来 有闲聊般指出雷斌的弱点 费针虽然杀伤性强 但在这狭窄的屋内 却有些施展不开 这话让雷斌勃然大怒 自己的兵器还轮不到蝼蚁平架 斩眼间他便射出两针 然而却被阿生轻松弹开 无论他射出多少都无济于事 阿生栖身上前 一般缠斗后挑起白布 随着他缓慢擦拭 重剑泛起令人胆寒的银色光芒 剑已磨好 须以血为之 阿生转身斩扎两名企图偷袭的刺客 逼退雷斌后 挑出藏在地下的短剑 眼看他手握蹭刺剑 雷斌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 因为世上会这种剑法的人少之又少 阿生的身份已经呼之欲出 他竟是早已死去的张人凤 听着雷斌喃喃自语 阿生没有解释 双手挥舞展开进攻 长剑厚重 劈堪有力 短剑灵巧 上人无形 参差之下 继维亡魂 随着阿生越战越勇 黑师的刺客已经死伤殆尽 雷斌的飞针也仅剩最后一枚 他丢出木凳 以此为掩护 企图偷袭 却还是被阿生躲过 同时自己被长剑深深刺进身体 眼看雷斌不敌 战青将避水剑丢向昏迷的细雨 自己朝反方向逃去 却不料阿生反应迅速 来下避水剑顺势转向 剑锋划过战青乳白色的后背 留下一道雨点般纤细的伤疤 等阿生回过头 发现雷斌同样消失不见 不过他并不担心 因为那一剑足够要了雷斌的命 此时 留紧登枯的雷斌拖着重伤的身体回到家 他没有吵醒熟睡的气耳 只是坐在桌子前 简简单单吃一碗面 平静迎接死亡的到来 隔天 守卫森严的大内皇宫 转轮王脱下黑袍 唯唯诺诺的跟在小太监身后 谁能想到 令整个江湖弹枝色变的黑石首领 明面上竟是一个九品信差 然而就在他功后上级时 阿生突然持剑出现 二人简单交手 转轮王便通过参差界认出阿生的身份 在想起他和细语结尾夫妻 不由得露出讥讽的笑容 但阿生却不予理会 他拿出黑石的战策 表明是自己杀的肥忧臣 提醒转轮王 如果还想要罗摩遗体 明天就去云河寺等候 这让转轮王心中大惊 急匆匆地跑回家 果然发现罗摩遗体消失不见 就在他懊恼之时 战青突然跌跌撞撞地跑来 请求帮自己疗伤 转轮王看过伤口 发现只是一道普通剑气 随即催动内力 让战青后背完好如初 可他抚摸着那光滑如绸缎般的肌肤 心中突然生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躁动 鬼使伸拆下将战青拥入怀中 这正中战青下怀 转身疯狂表达自己的爱意 然而就在他意乱情迷之际 忽然发现转轮王少了些什么 原来堂堂黑石首领 竟然是个阉人 而他之所以不惜一切抢夺罗魔遗体 就是为了重新变成完整的男人 眼下既然秘密被识破 转轮王也不再伪装 露出原本尖利阴阳的声音 可随着他讲述自己的远大理想 战青眼中的爱意却逐渐消失 转而变成浓浓的不屑 他本就是个放荡之人 只因为前夫无法满足自己 就杀害其全家 现在怎么可能与一个阉人在一起 战青拿走属于自己的银票 留下一句嘲笑后转身就走 可他已经得知转轮王最难以启齿的秘密 又怎么可能就这么离开 转轮王突然出手 不被吹灰之力便击败战青 而后将他活埋于石桥下 只为每次经过都能看上一眼自己心爱的女人 与此同时阿胜已经来到云河寺 轮垂撒碎曾经的墓碑 等醒来的细雨急匆匆赶到 阿胜已经看到他埋藏的曾经 带着满心仇恨说出整件事的真相 原来张仁凤天生武藏错位 所以当年细雨的一剑并没有杀死他 在落入桥下后 张仁凤被人发现 送到李贵手船上 改头换面更名为阿胜 他得知细雨同样变换容貌 并且返回京城 便找到他假意追求 实则等转轮王带人出现 将他们一网打尽 替父亲报仇 随着阿胜咬牙切齿地讲完整个计划 他心中的愤怒已经燃至顶点 恨不得当场解决细雨 手刃仇敌 可多年的相伴不是假的 过往的甜蜜不是假的 眼中的爱意更不是假的 阿胜算尽一切 却没想到自己会真的爱上细雨 他拼尽全力 最终却仍无法下手 只能找个别角的借口 放细雨离开 可细雨却无法接受阿胜逢场作戏的爱 带着愤怒与痛苦 毅然出手 逼得阿胜连连抵挡 但细雨却不管不顾 他没有手下留情 毫无保留地使出四十一路避水剑法 阿胜将他击退 突然一招天外飞仙直直冲来 这一招让细雨恢复理智 他明白 眼前的阿胜和当年的路逐一样 只求一死 于是闭上双眼 主动迎上剑锋 可阿胜却收住招式 他们都深爱着对方 为什么要以命相搏 不久后 转龙王如约来到云河寺 赫然看到阿胜倒在地上 短剑深深插进左胸 伸手去探 发现他已经没了鼻息与脉搏 就在转龙王疑惑间 细雨手持避水剑出现 告诉他 罗魔武功之所以震受古今 是因为佛学修为 而转龙王满心暴力 即便是得到遗体 也没有半点作用 注定只能当一个太监 这句话让转龙王心神大乱 一怒之下 拔剑相向 细雨剑装急忙抵挡 可转龙王剑法高超 功力酌群 再加上动了身火 刚一交手便文占上风 打得细雨节节败退 更是直接夺过剑鞘 将避水剑收入其中 绝境之下 细雨应接转龙王一剑 扑倒在阿胜身旁 眼看自己胜圈在握 转龙王洋洋得意地 拔出避水剑 准备用细雨最擅长的招式 夺取他的性命 可他怎么也算不到 细雨最会对付的 就是避水剑法 幸运脑海中浮现出 和露珠交手的场景 拔出阿胜体内的短剑 轻轻擦干净血迹 与转龙王展开最后大战 藏着雨脚 藏着雨脚 水剑法 灒洒 大战 陪鲁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终 细雨在转龙王身上 留下十一道剑痕 让其在大笑间失去性命 一切尘埃落定 待到四日天光 明明死去的阿生 竟再度醒来 原来细雨昨晚点住他的穴道 让其扶下归西丹 为的就是亲手帮自己丈夫报仇 在离开前 细雨交代后事般告诉阿生 自己将攒下的钱财 全部藏在家中地板下 现在要效结束 阿生恢复行动能力 他已经看过昨晚发生的一切 也已经明白细雨的决心与爱意 二人都死过一次 也都不必再死 二人都爱过一次 也会继续相爱 阿生抱起重伤的妻子 迎着出生的朝阳 大步向前走去 古朴的石桥仍静静屹立在小河上方 他见证了太多的故事 目睹过太多的离合 石桥无情 石桥有情 剑雨是上映于2010年的武侠电影 千古文人侠可梦 少年子弟江湖牢 本篇为我们谱写了一段 荡气回肠的恩怨情仇 其中平平无奇的石桥 却起到关键作用 一起渡人的高僧 在石桥上赶化冷血无情的女杀手 心狠手辣的燕仁 在石桥下埋葬心中深爱的女手下 陆竹和转轮王虽然有极端的不同 却又奇异的相同 他们一人少年得道 心怀慈悲 以善行走世间 一人暮年仍处于低位 那些扭曲 以恶相向他人 唯一的相同点 则都是爱上了细语 陆竹深爱细语 所以愿意牺牲自己 感化他 转轮王深爱细语 所以找来战青 当作替代品 而他将战青埋在桥下 也是为了每次经过时 都能想起细语 为什么说转轮王也爱着细语呢 因为最后大战时 细语挑明他阉人的身份 这可是转轮王藏最深的秘密 除非二人有过亲密接触 否则不可能知道 这也解释了转轮王听到细语 叫自己太监时 会如此愤怒的原因 当然了 以上只杀给我的个人看法 作为一部经典且精彩的武侠片 其中有太多值得讨论 深入人心的细节 小伙伴们对哪一点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看的电影 也请在评论区留下片名 充分的K探长 一定会尽力满足小伙伴们的要求 好了各位 今天的答案阅栏到此为止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麻烦大家多多点赞订阅 我是探长K 我们下个答案见 拜拜 拜拜